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你帮我看看是垂师茉莉吗 我老公在别的店铺买的感觉上当了 对啊 这个就是东京啊 我跟大家一会儿说啊 老花姨本人从来没有诋毁过苏签 明白了吗 但是有那些个人在你们那个地方作乱 对不对 我们只是说到了那一部分人 当然了你们那也有好人 但是臭宝你看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的话说这种有可能是山东发出来的 对我承认 零仪 就是我们青州电商 为什么没有零仪电商那么牛逼 你知道吗 我们青州有个叫花卉协会 但凡是那某些个地方来的 必须实名实地的注册公司 我们协会能找到它 懂吗 我们这个有关部门都能找到它 明白吗 就是说青州它不敢卖那种货不对版的 有的话说老花姨 我发现谁这家货不对版 你告诉我 别的我办不到 在青州我能给你办到 我能找到它 我能给你办它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随时莫里 这个叫东青 懂这个事就行了 我觉得呢 这个网络环境也好 营商环境也好 是大家共同去净化的 如果说你们把青州给搞臭了 那么未来以后 谁在青州做花卉生意都做不起来 就像某些个地方 是吧 你来那怨天尤人的 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监督 知道吗 这个环境是大家维护的 你捡一粒子嘛 你干一件小事你不会觉得苦恼 当有些个地方乌烟瘴气的时候 你看到满目疮痍的时候 当别人再来说你的时候 你心里边就明白了 懂了吗 花友我很明确地告诉你 被骗了 估计你老公现在回头再找 那个店铺可能就已经关掉了 而且呢 某些个地方啊 某些个还会保护某些个 下个臭宝说 救救我们家的绣球 还指责的春节开花呢 拿出去动一动吧 现在已经白美病比较严重了 也要打药 我跟话没说哈 谁说养这些个绣球 在那里不打药 那是骗你的 我们这些个呢 覆盖了这个房子冻伤 我们零下二十度了 大棚里边也不行 也冻 还有一个事就是 打药 一个月左右 必须打一次药 杀菌药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不懂 你想想 这阴天 棚里面那么潮 相对的来说呢 还是能让真菌活下去的 所以说它就会腐烂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该打药打药 你这个呢就拿出去适当的动一动 该打药打药就行了 明年开花 绣球就是 所有的大块绣球都可以进行春花 所有的 只要零下五度以上 你都不用做防寒 盆栽都可以 下个周宝说 买回来的时候 十五厘米 一年左右 四十厘米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开花 两三年 两三年 这个九尾湖 两三年就能开了 别着急 别着急 你看现在都长毛了 你要明白啊 很多的话 第二 养花就太心急了 你凡事向荷兰人去学 你要家里边窗户坏了 半个月给你换好 要修个火车站了六十年 要建个教堂了一百多年 人就是这样 你跟花相处 就是为了放慢自己的节奏 放空自己内心所有的浮躁 你看老花姨现在都不急了 对吧 别着急 一年不行 再来一年 没有什么植物 是两年不能开花的 如果有再来两年 下个周宝珊 五月份买了三条 又抱了三个小头 三条一样长 再扔扔扔扔 你这九尾湖长挺好 你养肚子养都挺好的 对比前面那位花友来说 你还差点意思 养得很好 很棒 下个周宝珊 大庆的 屋里边二十五度 到三十度 四度四十 这个都有红丝正常吗 这个不是特别正常 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用一点杀菌药和肥料 明白了吗 正常去养护就行了 如果说你老是感觉 这个秦眼蓉上面 那个叶子长得很小 你把下面的老叶子 这样一掰就下来 可以掰下来几片 减少一下负担 刺激它长新的 好吗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 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记转一 白来凑包 嗨 嘿嘿 嘿嘿